好爱FM 好哥发烧榜 晚上呢除了给我们带来这个十大歌曲之外呢也作为我们的这个 哈喽哈喽晚上好好哥发烧榜2020已经来到了第三期 今天晚上我们要揭晓的就是热门八十男歌手 事不宜迟马上请出今天的特别来宾我们欢迎 掌声欢迎 欢迎张飞 那个舞台有点技术问题有点推不出来 请问你是谁啊 等一下我们好像还没有出现 等一下我们先bill一下人数吧 因为我在看手机的时候我们Facebook这边的那个画面 其实有点迟钝啦很像现在几个人在看啊 56个人在看了有没有 这56位60 62位观众猜得出我今天是谁吗 对我们先跟你玩个小游戏猜今天 我不是张飞 我也不是诸葛亮 好哥发烧榜会不会有张飞的歌曲呢 因为张飞有没有唱歌啊 我不懂耶 好像有 我以为有啊 但张飞的弟弟的歌曲可能会有 可能有啦 但是张飞弟弟他没有入十大雷 有有有有有有有 诶你怎么可以乱 哈哈哈 sorry今天有点 OK好 OK好 再看Facebook live的朋友你可以 猜一猜全民办的是谁 OK我已经看到了 与此同时我今天的服装也下了心思 诶给大家看一下齁 我们先给大家思考一点时间嘛 而且趁这个时候呢 充一点人数 现在只有大概100位观众在看 我们等大概120位再公布一下 今天到底两位特别来宾到底是谁 OK看到了一些好听众们啦 就是一些常客 像是Jasmine啊 Jacqueline 哈喽晚上好 有没有一些新的朋友们 打算招呼一下 在留言区那里留言 除了是留言之外 也记得like跟share 还有分享 对对对对 待会八点钟的时候 我们正式开启今天的这个报榜音乐会的时候呢 就有更多人来参与今天的这个好玩的活动啦 是也要刚刚说的这个like啊 然后comment还有分享 就有机会赢取 诶我身后这个pearly white 我们今年的呈现商家的50块钱的礼券 是的是的 已经看到有听众朋友们 或是观众朋友们呢 在留言区那里猜出了一些答案了 还好大家都看得出 哈真的啊 对 这样你们都看得出啊 你又厉害了吧 他真的在胡搞嘛 我没有猜胡搞 没有看到我下足心思咧 真的我告诉你 OK我们先公布你是谁吧 先公布我是谁 因为你今天真的也是下足心思 有没有人猜到有没有人猜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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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昨天一下班就去弄头发 蛤没有吧 没有吗 你不是去烫头发还是剪头发 这个例行的剪头发的时间到了 所以我就去剪头发 好 有人猜到吗 有人猜到吗 我今天 就是他了 有没有有没有像 你让我放旁边 我调整一下那个angle 有像咧 尤其是那个头发 只是那个butting有点不一样 诶你真的是很仁慈 诶这样你都可以讲有像 有有有真的 有像吗 如果观众朋友看觉得是像的话呢 可以在那边加一 而且分享一下 看今天小王杰出场了 待会儿这个王杰也会在现场 八点钟的时候呢 跟我们早班的同事们 还有今天的真正的特别来宾 黄洪默老师一起高歌 唱今天这个热门八十男歌手的十大歌曲 十大歌曲 当然在这个星期陆续在空中 我们已经公布了十大以外的三十大好歌 对 看到了呢 刚刚统计了一下成绩 全兵办的这位是目前记录最高的 十一到三十位他有七首歌曲 对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他就是一颗巨星了 很难有其他的歌手 不是说他们唱得不好听或者不出色 但是这位巨星的魅力无法挡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请出他本尊 今天只能请出本妖 那个那个 请出如果请出他本尊 我们就不会在这边了 我们一定会找一个场地美美的 对我们要请保安 然后肯定会有很多的听众 就会挤爆那个场地 因为他很久很久没有出来了 对但是今天只能这个样子 你要揭晓了没 还是你要唱两首歌 我唱不了啦 我一开口我会被粉丝打死 我长这个样子啦 还要 已经在那边戏弄粉丝了 都已经侮辱我的偶像了 你还要唱他的歌 侮辱他 大家猜对了 我就是刘文歪 像吗 像吗 我只能在这个角度 来跟大家 你对于这个八十年代的歌曲 应该是蛮熟悉的吧 还好 还可以 还可以 对女歌手的歌曲 比较有感觉 还是男歌手的歌曲呢 都还好 都还好 我觉得八十年代是一个非常灿烂 中文歌曲非常灿烂的一个年代 是喔 那时候还有校园鸣歌啦 还有非常的丰富 对 真的是很精彩的 非常有情怀的一个年代 嗯 也特别说一下 去年热门八十的这个主题 十大歌曲 因为我们互合男歌手跟女歌手嘛 去年十大当中 有两首女歌手的歌 有八首男歌手 所以今天的竞争一定会很激烈 就全部男班 全男班的一个 其实男生 在这个我们听众心中 那个票数投的 比较多是给男生的 去年的成绩 因为女粉丝比较热情一点 热情表达他们的这个爱意 对 想要知道排名第六 到第四的是哪些歌曲了喔 他的粉丝已经在那边喊了 刚才 在配音试上面 很多已经报道了说 结谜在这儿 结谜在这儿 对 那下一首歌曲又是 谁的歌呢 排名第六 恭喜王杰 惦记这一些 是否该结束 还是会再继续 把一切都写在胸口 静静地走过 在什么时候 能够再有一些关怀 让我升起心中的太阳 一切都更美好 一切都更美好 那很久很久的事 我会 把一切都写在胸口 静静地走过 在什么时候 能够再有一些关怀 让我生气心中的太阳 一切都更美好 我不要说 你说那角落太孤寂 虽没有你的梦 也会有我一个 我不要说 你说那过去太拥挤 很久很久的时 我会惦记这一时鞋 我不要说 你说那角落太孤寂 虽没有你的梦 也会有我一个 我不要说 说那过去太拥挤 那很久很久的时 我会惦记这一些 排名第六 王杰的惦记这一些 那这首歌曲呢 是收录在一场游戏 一场梦里面 是在1987年12月发行的 其实这首歌曲 我是因为它的粤语版 一生何求 陈牌强的演唱 才认识这首歌 我是后知后觉了 所以说这首歌曲 在去年我们的 好歌发烧榜2019 没有在十大歌曲当中 所以它是首次挤进十大 哇哦 听说这首歌曲 就是那个粤语版的 是这个陈牌强 一次在这个德式上 就听到了王杰演唱的 惦记这一些 然后就深深地被吸引了 那就萌生了这个 想要演唱这首歌曲的 粤语版 然后就出现了 这个一生何求 但是他的这个 华语版惦记这一些 我觉得就非常符合 王杰的这个风格 因为王杰一般上 感觉就是 沧桑的浪子的感觉 然后这个浪子 就会让人家惦记他 整天跑来游来游去 不晓得游到哪里去 所以让大家都在惦记他 但现在游到这个 加拿大去了 听说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就已经是定居在加拿大了 但是排名第六的 惦记这一些 我们马上给大家公布 接下来的第三名歌曲 尖叫声 第三名王杰的 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断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不要说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既然你影子还出现我夜里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任何人的世界里 在任何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我为什么到别离 又说什么在一起 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自情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不要谈什么分离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 不要说愿不愿意 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那只是一场游戏 一场梦 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夜里 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而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 在任何人的世界里 不该有你 我为什么到别离 又说什么在一起 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自己 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哦 为什么到别离 也说什么在一起 虽然没有你 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说什么自己 又不语 说什么我爱你 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 我仿佛可以听到 解谜的尖叫声了 从美国传来的吗 是 我们刚刚看到 FB有一位听众留言 她是Annie 她说她住在美国 而且每天有投票 今天来关注 十大男歌手的榜单 Annie 美国线好大 你是美国的哪一部分 是 还有没有 在世界各地的其他的粉丝 在通过我们的FB 或者是广播 在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的 可以在FB上面 来 广播来举手 或者是发个WhatsApp进来 到97170963 跟我们打声招呼 对 我真的很不容易 有一场游戏一场梦 在上一次的发烧榜 它好像是排名蛮前的 去年的发烧榜 它排名第二 今年下了一名 到底是给哪位歌手 给打下来的呢 很快我们就会揭晓 但是在这之前要聊一聊 排名第三的这一首歌曲 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那说到这首歌曲 我相信对一个王杰迷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是1987年的一首 那当时这个李寿泉 就给了王杰一批歌 都是没有人要的作品 那些歌都是被人家挑选之后 剩下的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会没有人要呢 是都是王文青写的歌 然后王大伟不唱 然后娃娃也不唱 就王杰就在中间找到这首 一场游戏一场梦 其实不止这首歌曲 其实他王杰那个时候 就翻唱了不少所谓的废歌 就是人家不要的 但是呢就让他唱成了神曲 我觉得有时候是编曲 编曲很重要 编曲可能会起始回生 因为那个编曲蛮特别的 在那个年代 这个编曲蛮特别的 还是说可能有一些歌曲 他的那个曲风旋律 就是特别适合某位歌手 他的歌声音质 还有他的唱腔 我相信是编曲 因为在我们听demo tape的时候 是没有太明显的特质出现 然后如果制作人厉害的话 李寿泉是这样的大师 他一听他就知道这个歌曲 能够去到多远 然后那个用什么乐器去编 我觉得编曲会旧的一首歌 所以这首歌曲 就是编曲的话 可以让一首歌曲起始回生 原来还要惠尔石鸣曲 对 还有那个感觉 我觉得李寿泉是制作人的话 他这个制作人很重要 好所以我们说到了 是排名第三的一场游戏 一场 刚刚也说到有这个美国的听众吧 然后马上也看到了 有台湾的听众 也有马来西亚的听众 晚上好大家 是那这位朋友他是谁 他说王杰有才有眼光 嗯真是 哎呦来自日本的 支持王杰的朋友 哦 日本来几个讲两句 他的名字我不会念 不会嘞 我让我看一看啊 不错不错 来全世界的朋友都来了 欢迎欢迎 老师 不是不是我是念那个 这很快的我们再给大家快快的重温 我们的这个热门八十男歌手的十大歌曲 排名第十是武思凯的爱要怎么说 排名第九是周华健的歌曲 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排名第八是江玉恒的异动的心 排名第七是费玉清的易姐梅 排名第六王杰的歌曲惦记这一些 排名第五是刘文正的爱之旅 来到了排名第四名 骑行的大约在冬季 第三名 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的歌 排名第二童年 当然冠军曲就是 三月里的小雨 刘文正 当然也要恭喜所有入榜 入我们这十大榜的男歌手 还有这些歌曲 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过去的日子 投票大力的支持 我们这热门八十男歌手的这个投票 助于之后 当您的游戏 也要解决 少支持